大家都覺得如果當初沒有段將軍創立學校 我們可能就跟一般的少數民族是一樣 或者是被泰國人同化 那今天我們在各個地方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校友 會有一席之地 大家覺得我們的功勞不是來自於新冠中學 這一批炎黃子孫 在泰國皇室、泰國政府、泰國人民的接納下 以及國內同胞的關懷下 現在的生活已經改善很多 而在泰國地區有好幾十個華人村落 最有名的就是美斯勒 詩情話意的美斯勒 是泰國地區著名的景點 每逢春天 滿山的櫻花加上動人的景色 美斯勒著實讓人流連忘返 近60年來 龍岡地區的雲南餐館 一直是保持傳統的雲南口味唷 另外也融入了泰免地區的飲食文化 在中立市龍江街的這間異國料理 不只菜窯很道地 連店名也很泰北唷 更特別的是 店家不僅是 顛免邊區遊擊隊的第二代 夫妻倆都來自泰北美斯勒 他們懷念美斯勒 懷念段希文將軍 就把店名取名為泰北美斯勒 連布置也都很泰北風喔 很多人來到這裡問我說 為什麼你店名取為美斯勒 我就回答他們說 因為我們是鹽水師鹽的人 而且也是我們生長的地方 為了懷念偉大的領袖段將軍西文 而起名為泰北美斯勒 我們店是以雲泰料理為主 這道菜是雲南蛋捲 它適合在夏天來品嘗 這道是泰國的涼拌嫩牛 它是當天獻子的牛肉 也是本地的牛肉 它涼拌起來是適合在我們夏天來品嘗 這家的雲南料理 最好吃的是水仁菜跟馬泡肉 道地又好 我們忠貞這邊很多雲南的 然後因為我們家住附近 然後我們常來吃 常常到這家來吃 一吃飯的時候我就想到它的 這個叫做椰子米乾 還有呢 我已經吃掉一碗了 叫做百里米線百吃不厭 所以呢 我就大口大口地吃 一想到我就來了 沒想到那個好吃 所以越吃越好吃 越吃越好吃 我們是常來吃 我們是常來吃 對 說到太北料理 重視的是各種香料 與味道間的協調 酸 甜 辣 那種味道會讓人一吃就上雨 加上店內濃厚的太北風情 讓你邊享受美食 邊品味那段不為人知的過往 為了因應台灣這個地區 我們推出了客家菜跟台灣菜 還有一些創意料理 這道是我們非常道地的客家菜 這道菜花椰菜雞鍋 這花椰菜它的湯頭非常的好 酒足飯堡後 讓我們跟著老闆的腳步 一同去打鍋 我們這裡有雲南最道地的美食 每個禮拜六 六點 打鍋到九點 精彩的雲南打鍋 歡迎大家 到這裡來參加我們的雲南打鍋 我們一起去打鍋 TVSOY 等一下要帶你去體驗雲南打鍋 一同隨著節奏搖擺 還要介紹桃園中壢最夯的伴手禮 讓你有吃又有拿 廣告回來精彩內容 保護理財 10歲到10歲到這個地方 從兵民兵區 42年 撤台落腳在這個地方 不是一些打游擊的軍事 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些老兵們 他都退伍了 退伍是要做什麼呢 他想我退伍了無聊 要做什麼呢 所以呢 他就回想說 我年輕的時候 在大陸上 我做什麼 就我們是雲南人啊 大陸上 在每逢這個 婚姓喜庆年節的時候 啊 那麼都實施這個雲南的打鍋 所謂打鍋這兩個字 在台灣是說 要把這條歌唱出來 叫做打鍋 其實雲南不是這樣講的 雲南打鍋就是跳舞之一 雲南的跳舞 打鍋 源於雲南鎮東根馬等地 歷史久遠 逢年過節期洗慶時 以打鍋 以示慶賀 雲南打鍋也是古時候 為了下退野蠻民族 而發明的舞蹈 所以叫打鍋 在桃園縣隆岡一帶的 雲南少數民族 為了不讓族人的舞蹈 文化流失 也為了散居各地的族人 雲南相聚聯誼 特別在龍岡地區 打鍋靈 透過活動 感受互相的召喚 隨著音樂 唱歌齊舞 雲南打鍋 現在除了在本土發展 更發揚光大到國外 每年的中秋節 這裡還會特別舉辦一次 雲南民族打鍋中秋聯歡晚會 每年都吸引大批的民眾 前來共襄盛舉 不但可以看到各式雲南傳統服裝 更可以體驗雲南的道地文化喔 好 這你又不會了吧 好棒 我們就準備了 這是什麼 這是三選 三選請 可不可以彈歌我們看看 彈可以啊 你要聽什麼歌吧 雲南歌 不是你最拿手的 你最拿手的 老歌 還有很多的 太多了 啊 是 彈一個 彈一個 彈一個舞大扇一曲還是什麼 彈一個最拿手的歌 最拿手的啊 這個舞大扇一曲 好 好 可以好一點 都可以好一點 好 你們也可以擦一支 我打電話叫 freshl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么我们这个曾经呢 这个老一辈就是第一代举行了一队 一队到台湾过地去表演 巡回演习得到好评 还得到奖状回来 那么还到这个大陆上 去实施这个国民外交的打过 成功的这个国民外交 这边要动点啊 这边要动一下 这边要动一下 咳咳 打歌源於雲南正東根媽等地 歷史久遠逢年過節及喜慶時 以打歌以示慶賀 雲南打歌也是古時候為了下退野蠻民族而發明的舞蹈 所以叫打歌 在桃園縣隆岡一代的雲南少數民族 為了不讓族人的舞蹈文化流失 也為了散居各地的族人相聚漣漪 特別在隆岡地區打歌漣漪 透過活動感受互相的呼喚 隨著音樂唱歌起舞 雲南打歌現在除了在本土發展 跟發揚光大到了國外 每年的中秋節這裡還會特別舉辦一次 雲南民俗打歌中秋聯歡晚會 明年都吸引大命的民眾前來共襄盛舉 不但可以看到各式雲南傳統服裝 更可以體驗雲南的道地文化喔 大西的名產是豆干 這是人人皆知的 那你知道桃園中立最有人氣的十大伴手禮是什麼嗎? 跟著特殊小組的腳步 我們來到位於中立建立站附近的一間糕餅店 拜訪榮獲桃園縣十大伴手禮第一名的杜琪餅 這間糕餅店創立於1992年 早期為桃園地區第一家販售老婆餅的專賣店 現今已改為複合式經營 而其中有一項名為杜琪餅的產品 不但深受喜愛 更是觀光客們指定必買的伴手禮 杜琪餅為什麼是中立名產呢? 因為杜琪餅能充分展現中立的人文精神 與文化特質 方名這項產品的廖漢龍先生是漢秉師傅出身 後來為了推崗健康飲食 研發出一系列的屬食麵包與糕餅 不僅好吃做工也很精細喔 剛創立的時間 很多親戚朋友來到中立來買東西 他們就想說老闆你們這邊也沒有比較有代表性的伴手禮 那時候店裡主要是麵包蛋糕 比較少開花一些伴手禮 老闆本身自己對鹽花新產品或餅類 都非常有香滑也有創意 想說在這個時間 鹽花一些代表中立的伴手禮 肚脊餅是怎麼製作的呢? 肚脊餅是怎麼製作的呢? 我們跟著廖師傅一起瞧瞧吧! 首先先將麵粉、糖、鹽、蛋等材料適當混合後攪拌 這是製作油酥皮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環節 在攪拌的過程中還要加入適當的醇水 才能創造口感香酥 但是卻低醣不油膩的餅皮喔! 看料師傅一雙熟練的巧手 可是經過20年的經驗累積出來的 每一回功夫就將麵團準備完成囉! 紅豆口味的內餡是店家每日至今熬煮的精選紅豆 將它均勻的包覆在油酥皮中 緊接要製作肚脊兵最大的特色 用特製的工具壓出可愛的肚脊形狀 最後呢置入烤箱中烘焙半個鐘頭 哇嗚!成品真是令人期待啊! 那剛好是我在研發過程當中 那個剛好是我大女孩剛好出生不久 那小孩子嬰兒就經過一個禮拜以內啊 那小孩子嬰兒就經過一個禮拜以內啊 那個肚脊子啊都會瘋狀 都會脫落啊 那看起來那個鷹牛肚脊子就很可愛 那我在年紀一動就想要 還做個那個肚脊兵的形狀 經過半個鐘頭的等待 香氣四夷的肚脊兵就出爐啦! 看看這金黃色的香酥餅皮 搭配香Q的紅豆餡料 外酥內軟的口感 不愧是第一名的伴手禮啦! 來到桃園中壢一定要帶十大伴手禮 第一名的肚脊瓶喔! 24小時的便利商店